全民想要封奥运 可是有点封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都看不太到 现在电视台几乎都没有办法转播 像我们讲到任何奥运新闻的时候 我们也因为版权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秀出照片 那对比一下有些就是其他国家 他们可能是用一种国家的国营企业 或者是国家的电视台 比方说如果以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比方说是华世公事 这样子买下版权 然后share给大家 让全民一起参与 可是我们台湾并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台湾有补助了八千万 可是补助到了爱尔达 所以就是一般人你想看 你必须得要去订阅一下爱尔达 你才能够参与到这一场盛会 那我们来看看 全民想看看不到 昨天甚至还发生了哈米 因为通常都是爱尔达跟这个哈米 是中华电信旗下的哈米Video 那出现了大档机 因为我想说我都已经花钱了 结果太多人想要看林洋配 进这个奥运四强 打开这个APP 结果发现超过loading 大家太想关注了 那可是你又只有APP可以看 很多人现在也许第四台 并没有安装或者是机上盒 那所以他们用APP进去的时候 哇塞爆 那结果他们后来给的方式是说 那你不然就是用网路来看 网路的意思是什么 叫你去订基上盒 所以这种方法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我们真的那么重视体育吗 如果说连赖清德 连一些绿营的委员都一直在讲说 我们要替他们加油 可是你是不是应该要给 全民更方便的一个 可以收看替他们加油的管道呢 政府补助了八千万 然后民众现在抱怨连连说 根本就看不到奥运 那这次的巴黎奥运呢 爱尔达是花了四亿的权利金 那其中的八千万是体育署补助的 那他是说 没有我们并不是针对爱尔达 而是谁转播我们就补助谁 那可是就网友上面 也有人跳出来讲 讲说 那你们就是其他电视台都不投资啊 那可是也有人说 不对啊 我们不是有公广集团吗 既然我们要 就是要挺台湾嘛 是不是 那你这个四亿元难道不能够说 我们用公广集团 然后让全民一起来看吗 一定要这样子 特定的台 然后我就八千万就给那个特定的台吗 那所以我们就来问一问 现在我们这个 正在收看的观众朋友们 你呢 是希望政府花四亿元 让全民看奥运 还是希望政府呢 就是比方拨个1.13亿 去拍个临日公集 好吗 好奇问一下观众朋友们 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来作答一下 就是对你来说 看了临日公集比较重要呢 就是感受到说 我们现在这个战争的威胁 还是你想要这个政府 拨这样子的钱去 补助一下看看奥运 其实这个四亿元多还是少呢 我们随便举个例 数发部花多少钱 200亿的数发部 够我们看50届的奥运的转播金 换算一下 那个200亿 4亿真的是微乎其微 那数发部 随便租一个办公室 也都花他个两三亿 那这个你认为要花在数发部 还是要花在全民看奥运呢 或者是我们不是动不动鸡蛋买太多 耗费就10亿元 然后160万剂高端销毁 13亿也是全民买单 你们会想花在鸡蛋呢 想花在这些打不到的高端呢 还是想要这个我们花在4亿元 去大家免费看个奥运呢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应该已经有所答案了 那再来我们看看 临日攻击这样的一个 1.3亿 1.13亿的这种 巨片好了 我们称他为巨片 幕后人员 林景昌 李后庆 还有这个A片专 怎么这样讲人家呢 A片分析人家 政治景象的专家 沈柏阳 然后还有这个赖清的就职 典礼的统筹李后庆 以及曹新成嘛 那这些人呢 就是是幕后人员 可是我们来看看 奇妙的在哪里呢 林景昌 在这边 林景昌 他是这个文总 文化总会 中华文化总会的前秘书长 李后庆呢 是现任的秘书长 他们都跟这个文化总会 非常的这个密切的关联 前后任秘书长 那会长是蔡英文嘛 那总统府呢 跟文化部呢 又拨了这些资金来 赞助这个文化总会 所以所有的运作资金 好像就是口袋 左手给右手 左边口袋拿到右边口袋 然后这样子拍出了一个 史诗集的临日公集 现在被这个网路 这个尊敬的称为是 绿色的一个 这个叫做形象片 或者是说绿色洗脑片 那这样子的拍片呢 其实反正认知作战 宁愿花在这些事情上面吗 还有奥运也变成了一个 新的战场 什么战场 并不是像其他的 就是说什么参赛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体育场上的拉扯 而是变成台湾的认知战场 竟然开始在threat上面 有人开始在黑全红蝉 然后他们在讲说什么呢 他是世界冠军 但是他好像是一个文盲 然后说什么 没有接受过应用教育 回答的时候呢 记者问他问题 他好像都没有办法 讲话很清晰 态度很闪躲 然后开始在那边黑他 结果有人讲说 这奇怪了 秦宏禅明明是一个励志故事 PTT上面网友都看不下去说 这个threat是怎么了 已经被塔律班攻陷吗 被青鸟攻陷吗 怎么一到台湾 励志故事变成要被出征的故事 就是说青鸟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还有人讲说因为他是全红 这个名字不对 应该叫全绿蝉 全绿蝉大家就会挺了嘛 这简直是疯了 在台湾就是这么疯狂 但台湾的选手们 其实并没有在像那些青鸟们 或是塔律班们 台湾的选手亚运也在追星 跟全红蝉拍照 那戴姿影也跟这个陈宇飞 以前也是同框 也是好朋友好交情啊 这个林云如小林同学 跟樊振东还一起去看 泰勒斯演唱会 甚至还一地训练 我们有很多的选手 都有到中国大陆去训练 可是我们好像看起来 就只会给人家扣帽子 这个梁文杰讲说 这个胡姓士官被 中国大陆扣留半年 扣人不文明 应该尽快放人 可是我们台湾呢 扣了向心夫妇四年耶 我们来问雨萱 对 我跟你讲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奥运的转播 它应该是作为一个 跟公司一样的角色 就是说提供大众 公共大众可以资的权利 让大家去这些选手这些鼓掌 但是它变成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 如同过去 我们选手出国的时候做什么 经济舱 这一次一样穿小鞋 因为这些选手 他努力了四年 他就想让大家被看见 其实你看到我们的政府 到中华电信 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 把这个当作土力的工具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他把奥运的转播 当成是土力的工具 土力的特定的厂商 大家都不要骗了 因为每次转播奥运的时候 我们讲举国欢庆 收视率都非常好 理论上来讲 本来就多多益散 但今年有没有其他的电视台 尝试想要跟中华电信买 有嘛 就搞事嘛 那为什么要搞事 因为理由很简单 前一阵子我们在讨论什么 说王毅川跟中华电信 这个足迹的问题 就现在打到街上马上修理你 各位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怪事 说我转播给这个哈密 然后给爱尔达 然后不给正规的电视台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至少会有一台 你再贵人家也愿意跟你买 为什么 因为效应很好 对不对 那对于一般来讲 我们的消费者来讲 观众来讲 大家很好转 那你给公司也没关系 你每一场都播 那不算你用个哈密 自然会大张结 因为各位你如果有去用过 那个系统你就知道了好不好 我真的不对于那个系统 我不以置评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你是审不放这件事情 我一点都不担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坦白讲 我看完这个清单都 我知道好 那这部片一定不会卖了 应该没什么人要看 除非说对科幻片 特别有着迷的民众 或者说期待看到那种悬疑鬼怪 或者是007特务片那种 脑洞大开的 那你可以去欣赏一下 这个审不放的片 你说便当被人家吃掉的那种 对 那我觉得审不放也不专业 你怎么会跟我们讲的通匪呢 为什么我说他通匪 现在蔡赖打得如我如土 李后庆是蔡英文的人 林景昌也是 你怎么会跟你们这个匪类在一起 注意小心被丁命造起 他搞不好真的是临时作战 是他们在党内自己临时作战 好不好 看完我只有这个想法 最后我想讲一下 穷风产这件事情 你知道怪是怪在哪里吗 因为我每次看睡了的时候 我看完之后我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他们到底在写什么 就这些恐叫 我不要叫他们执叫 这些恐叫 这文笔之 我就无言以对你知道吗 对有时候看完整篇 不知道他到底是想骂谁 就是不懂他的主軸是什么 然后常常什么笑死 然后不然就一些很奇怪 反正就是大概那些惯用语 然后我想说好笑吗 好笑在哪里 就他们的文笔本来 这也有很大的问题你知道吗 可能常常在天上飞 但今天人家专业是什么 人家专业也有 人家是气象主播吗 人家是新闻台主吗 人家专业是跳水好不好 人家会跳水会拿金牌就好了 你如果真的要去检讨 人家文笔我拜托一下 你先重新审视一下 你自己在这个我们讲的 虽然上面写的东西 不堪入目 好 请教杨明哥 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奥运这个问题 其实每四年就要炒一次 每次的奥运都要炒转播权的 然后一般电视台 因为当现在变成是爱尔达 他独家取得转播权之后 这一次因为有政府的8000万 我们的公广集团才能分一点点东西 我们的公广集团才能分到 几个项目可以播 我必须说 现在我们现在因为有了运动采券 因为有了运动发展基金 运采的收入会溢注到运动发展基金 我告诉大家运动发展基金里面有多少钱 到去年底有100多亿 这个钱四年用一次 宏廷划算吧 而且这个钱还可以赚钱 为什么 你政府出了之后 各家电台你来标 你来标 来 你们合作 组一个转播团出去 哪一个频道哪一个频道 合作 比如说T台转播 棒球 谁转播 篮球 谁转播什么 还可以share 然后你们去卖广告 广告收入的 比如说百分之多 回到政府的运动发展基金 政府要懂得利用你的资源 所以确实你说像陈冠婷委员 他们说应该用一个基金 我告诉你运动发展基金就可以用 为什么 它的规定里面就有说 只要符合运动采券 它这个相关条例 或是说促进运动的 这种支出都可以使用 他戳戳有余 奥运真的就是应该要来 用这个方式 因为当你变成商业模式的时候 会变什么样 第一个 各台要去找转播的单位 你付这个授权费 就一直什么都是看钱 然后广告 他又要找更多的广告商来赞助 然后广告商又说 我是独家赞助 所以怎么样 所以为了钱 如果今天政府有能力 我必须讲 我们现在政府是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有这样的模式 我觉得包括现在业员职委员 既然他在教育委员会 也提出这个问题了 好 请 未来不要补助那个零头八千万 全额补助 然后拿这个 甚至还可以帮运动发展金来赚钱 好 第二个 临日公集这个 我只能说一句话 这种艺文影视作品的关键在于 他到底是叫好还是叫做 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来验证 好 宏廷 我觉得临日公集的这个问题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真的是文总自己 所谓的人都是文总的 都是前后任的秘书长 然后这些 然后又跟政府相关 又是敏感议题 坦白讲你开大门走大路 你就用文总来做发行方 对 那这样子我觉得你拿补助 或者是拿所谓的这个投资 我觉得理所当然 可是你今天是一个叫做所谓的这个文 一个还特别因为这个名字 自己去创了一个叫临日文创 你临日文创出了一亿多 然后政府补助加上投资一亿多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我觉得就相对不合理 坦白讲这个应该这样讲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假设他赚钱怎么办 假设他真的赚很多钱的时候 那请问我政府的投资款 现在看起来是比补助款低很多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 他拿补助拿7000多万 投资才4000多万 我觉得这个结构 就已经完全不合理了 我觉得政府在对文创 跟对所谓的这些影剧的这个部分 你投资要比补助多 也就是说你赚钱跟不赚钱之间 看起来是差能力命点 在这关键的地方政府补助你 跟你一起有赚钱纠纷论 没赚钱就当作我补助创意 补助艺术 补助影剧 我觉得这样合理 结果你这个结构是 只投了4000万 然后补助了7000万 而且在你整个电影的预算里面 补助款几乎占了四分之一 你补助款占了四分之一 那你这个是什么 所谓的益文界的什么 益文界的低收入户吗 看起来不是 是益文界的高收入户 所以这就让大家觉得就是说 我今天不针对内容 做任何的评断 我单就说这整个行业的公平性 请问还有谁可以拿得到 四分之一的补助款 还有谁能够拿到 将近一半的政府的 谁在拍电影的时候 可以拿到将近一半 那这个就会让民众 跟所谓的这个业界 很多朋友会觉得说 凭什么这些人可以拿到这样子 那其他人拿不到 以后就会有这个 三日攻击 五日攻击 是啊 然后你看 天天攻击 我们单就补助来看就好了 政府补助奥运的转播 补了8000万 补这个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